各位大家晚安 在星期五的晚上 我们要继续来研究大数据分析 在大数据分析呢 我先稍微回顾一下 我们上次所教的内容 我们上次大概已经把一些像类别分析 跟你们去做一个分享 那你要做类别分析 请你注意哦 这边是数量 可是通常我们不会去在意那个数量的变化 我们会在意的应该是这种类别 类别的一个比例改变 例如说类别 但我们有公司商业的资料里面有 类别有这三种 那针对这三种产品类别 它的一个变化 你看像在2013年 2013年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发现 它跟整体的情形 所谓整体是指这2013到2016年整体的变化是一致的 这代表这家公司的政策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可是到了2014年 2014年 你有没有发现算出来的结果 那个本来在第二名 第二名的技术类别 然后跑到第三名去了 在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越早发现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是不是可以去修正回来 好 所以这件事情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那相对的在2014年 你看公司的主力产品 它的销售比例发现大幅度下降 这真的是一件需要赶快去做政策上调整的事情 所以这都是应该是我们在做 在做那个数据分析的时候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现在你所看到的其实就是透过类别分析 然后你应该在学统计的时候就要去学说 那这些类别的改变 然后它的数量在整体之间的一个变化 是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的 算出来这一定是很有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今天你随便去看 以前我们的统计可能做的检定 做的那个样本数 可能几百 甚至到可能一千多 这就已经很大的一个采样了 例如说好了 我今天我们调查 正大的那个学生的身高 那我们可能取三十个 随机抽三十个学生 现在我们的资料比数随便一算 都是一万笔 哇这资料比数大很多 所以这边看到比例差异这么大 其实我背后所代表的 数字是非常非常多的 好 那接下来我再跟各位去做那个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你还可以去把 就是说看你要拿几期的一个比较 例如说2013跟2014年的比较 那2016跟2015年的比较 那我就把2013跟2014关掉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做利润的比较 当然 当然你也可以再去思考一下 怎么样再去做销售额的比较 好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分群 分群 我们在这个地方 他资料自动帮我们分成六群 一二三四五六 分成这六群 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分出来说 这个 这个 好客户跟不好客户的一个分群 好 那 这个分群大概了解 这都是由自动算出来的 当我们今天有非常非常多的数据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做到分群 分群有什么好处 分群可以当我们假设 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客户 有一个客户 他的销售额 他的销售额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猜 我们就可以去猜 假设他今天给我的销售额是落在四十个千 也就是四万这个地方 那他有多少的比例会是有利润的 那这边这边的数跟这边这个数 他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做预测 预测 好 那 这个 这个是要请你们稍微知道 纸产品 纸产品 我们这边可以去做动态分析 像动态分析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一个行为模式的呈现 就可以发现他真正 真正有 有变化的是什么时候 好 而且真的在过程 过程的研究 这是很重要的 过程的研究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 我们要去看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 到底要不要去下架 我们会看这条趋势线以外的这个产品叫器具 送纳具 还有桌子 从桌子这边一看就知道说他在201320142015这边 利润他本身已经是没有没有利润 他这边是负的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产品早就应该下降 可是在政策上面为什么不去做处理 导致2016年利润大幅的下降 而且销售额销售额还蛮高 这就是一个对于公司来说非常不利的结果 好 那地理分析我想这边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可能就要来进展进展到我们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我们还可以再去看 对看这一个 我应该有介绍过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功能 什么新功能呢 这个叫做关键影响因素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调查出来说影响这家公司的利润 因为我放的是利润 我要分析的是利润 我想老板也很想知道利润这件事情 那利润影响影响最 让我们增加增加最多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折扣 折扣 当没有折扣的时候利润增加是最多的 他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这件事 那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因素 这里面有非常多因素 你就可以知道说 那我们这家公司的产品 如果你为了要增加利润 所以我们就不要给予任何的折扣 这是他这边分析出来的 那其实做法很简单 就是你要分析什么 再来就是说明 说明你看你的一些分析项目把它拉进来 你就可以去进行这个影响最关键的几个因子的调查 那这边除了增加 还有个叫减少 不要忘记了减少 这个减少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减少的时候 那影响最多最多的是什么呢 他说只产品类别 要是桌子会影响我们的利润 减少最多 同意吧 刚刚不是我们也看到这件事情吗 好 所以他这边分析出来 其实是真的有意义的 在这个地方最大的关键 你看他都已经告诉你了 桌子 桌子之类别的桌子 会影响利润减少很多很多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还不去做修改 不是很奇怪的意思吗 这样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这都是经由大数据分析做出来的 那我还想要再继续跟你们分享 像例如说瀑布图好了 瀑布图 我曾经有跟你们分享过那个 我曾经有跟你们分享过 自动分析这件事情 那自动分析我也可以自己 我也可以自己把我要分析的项目做出来 自动分析 自动分析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办公用品到技术 这道家具 对不对 那我们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来去观看一下 这个连续的资料 它是2013年到2014年 它有成长 2014年到2015有成长 2015到2016也有成长 那我是不是就想要分析什么 分析这一年 它的成长 它的增加的情形 所以我们是不是看到 它都是用瀑布图来呈现 那瀑布图你总要绘画 好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显示说 2015到2016 以书价 书价成长最多 然后以桌子减少最多 好 那 这边是不是看到 三个增加 两个减少 一个其他 你能不能去 你能不能理解一件事情 老板的脑袋 它是像金鱼一样 可能不要给它太多的资讯 你要给它最重要的资讯 好 当你今天给它一堆的资料 它可能会看到眼花缭乱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会希望说 那个最多最少 甚至我们不要给那个最少 都有可能 因为资料科学家 他可以去做一些资料的隐藏 隐藏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去讲一下 瀑布图这件事情 好 那 我们来看什么呢 好 看点不太一样的东西 销售额 销售额好了 刚刚我们都是看利润嘛 好 那我们能不能看一下销售额 我们来去看一下那个 各 呃 我们这里面 这里面是不是有看到那个 纸类别 纸类别 桌子 它是不是那个利润下降很多 好 尤其在2016年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看一下 那销售额桌子 它的表现 好 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去看所有纸类别产品 它的一个呈现 所以我们来去看瀑布图 在这里 瀑布图 点选瀑布图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来 请点一下瀑布图 要跟着我照着做了 所以点一下瀑布图 先新增一个视觉化图表 例如说我就叫做 叫做 呃 纸类别 纸产品 销售 销售 统计 好 然后只是我用瀑布图来呈现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类别跟分解 所以在类别这边 类别这边我要放什么 分解这边我要放什么 这个Y轴这边我要放什么 通常我们可以去选择 类别是一个连续型的质量 好 一个瀑布 两个瀑布 三个瀑布 它是有前后关系 所以你类别可以放订单日期 然后接下来我要分解的就是 纸产品 纸产品 就是我要看什么东西 中间那些东西就是分解 然后接下来我的Y轴是什么呢 Y轴就是我的销售额 当然你也可以改成利润 好 我只是说我先看 先看这样子的 情形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先把一些格式化 先做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格式 我把X轴稍微放大一点来观看 上次不是有同学问说 这个能不能套用 能不能设定好 以后就一劳永逸 不要再改来改去了 对不对 都是从9开始来去改 不能统一 从12或14开始改吗 答案真的是不行 好 至少现在不行了 其实多几个人提醒 微软公司 他可能就会慢慢的去形成改变 还有就是X轴 Y轴设定好格式之后 我是不会希望呈现那个资料标签 所以把资料标签打开来 那这边资料标签 它所呈现 它所呈现 只是这个数字的大小 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来观看一下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 2013年到2014年 主要变化是输价 输价 输价 输价第一 然后呢 再过来 气聚 气聚减少 最多是这一个气聚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2014到2015年 都是增加 都是增加 也就是说 至少前12345 前5名没有减少 它是去绝对值来去观看 好 那接下来2015到2016 也都是增加 好 但是2014到2015增加 不是输价了 这边第一名是不是输价 这个第一名是什么 影印机 这个第一名又恢复变成输价 倒是那个 2014到2015 这边蛮特殊的 输价不见了 这家公司要是输价卖得不好 成长率 反而更高 这也是值得我们来去看到的一个现象 可以吗 如果你们要看现象 其实用这大数据分析 其实很好 很好来去看到现象 请问一下 公司的主要产品 一下变成输价 第二年变成器具 而且书价不见了 这件事情怪不怪 当然很奇怪 绝对很奇怪 这样可以了解 好 假设班上每次考第一名的都是王小名 结果下一次考试 他考前十名找不到他了 你觉得这个老师会不会去关心他 有听懂我的意思 这个公司对于老板你说 这个主要的产品 一下在这边第一名 这一年又是第一名 这一年居然不见了 前五名里面没有他了 奇不奇怪 奇怪 都不离我了 好 继续了 这就是瀑布图 那瀑布图最多同学问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 你把它分成前六 前五名的分析 你觉得这样分析好不好 真的很不好 老板记不住 你只希望老板记住 第一名是书价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边改成三个 或者是前两名跟其他就好了 怎么改 在这个地方格式 我们这边就要学会用格式修改 对不对 那格式怎么改 在哪里 你们觉得在哪一个 我先把这一般图例 X轴 Y轴 资料标签 人气色产 还有人气色产 看一下 就是那个增加用什么颜色 减少用什么颜色 好 人气色产的设定 还有分解 分解 好 来点一下分解 上线 请改成三个 改成三个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你只在意是主要产品 对不对 你觉得 你要表达的 你会跟老板讲说 第二名 第三名吗 千万报告的时候 不要讲到第二名 讲到第三名 但是当老板有兴趣 你可以直接告诉他 这才叫一个 就是有准备好的人 机会不是都是给 有准备好的人吗 因为你要知道 你跟老板报告 你能够给他报告 在五分钟里面 得到的资讯 他会关心第一名 对不对 所以你 你只要准备好 你把那个第二名 跟第三名的变化 你要准备好 而且在这边 看前三名 你也可以直接从这边 我就直接知道 你看书架在这边 书架 好 你应该知道 排在这个位置 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可是到了2014 到2015 这边 书架不见了 这是值得我们来去 来去好好研究一下的 好 那你这边 你这边 瀑布图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做 主要产品 主要的一个分析 好 那接下来 瀑布图 要是懂了 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 还有什么图 值得你们来去 我们 因为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哦 星期五晚上都已经在这边了 所以我们教一点 比较困难的东西 好不好 那个 韩式 你知道吗 韩式在很多地方 其实很难教 那大家只要一听到 那个要打韩式 要打城市 就觉得 哇 那是很困难的事情 好 那我现在呢 我现在 我想要教你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我现在 我有一张资料表 一张资料表 好 这张资料表 我先把重新整理交完 然后就要交两张资料表之间的关系了 那这边 其实还有很多分析 很多做图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那都还好 那都还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首先 这个资料 我先储存起来 你应该知道 你这个档案从哪里来的 对不对 是从 那个 我是暂时放在下载里面 我这个档案 我这个档案的资料 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所以常用底下编辑查询 有看到这个资料来源设定 资料来源设定里面 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路径 我的那个原始资料 超市范例 是放在下载里面 下载里面 我这一台哦 你的我不知道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这个超市范例放在什么地方哦 好 那我先把现在这个档案先储存 先储存起来 请问我现在的资料 各位看一下 我现在的资料是不是只有2013年到2016年 有没有2017年的资料 没有嘛 可是当你今天有2017年的资料 你要把它放进去的时候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要重新化 当然不是 绝对不要重新化 我们等一下请你在Power BI里面 只做常用底下的重新整理 你就把所有的图表通通画完了 有听懂吗 这是以色尔忘成莫及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我的意思说 假设你今天拿以色尔来去做 你是不是要去画 做完分析 做完产生资料表 然后画出视觉画图表 好 这我想都没有问题 可是假设今天老板又在交给你 又再多了一个月的资料 你是不是要再重新再做一次 好 可在Power BI只按 只有按一个按键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储存 然后我先最小话 请问一下 我的资料是不是放在下载 我的那个超市范例资料 是不是放在下载里面的这个位置 超市范例 所以我就快速点一下打开来 请问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现在是不是到101列 对不对 而且我们如果按照这个 我先把它启用编辑 我按照订单日期排序 由旧排到新 我的最后最后一笔资料 是不是只到2016年12月30号 对吧 现在没有2017年资料 也没有2018年的资料 可是请问你会不会增加2017年的资料 放在原本现有资料的下面 会吧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假设你今天对应到是一个资料库 资料库是不是资料会一直加进去 那你这边根本连改都不用改这种资料 你就直接在你的Power BI上面点 重新整理就好了 如果你的来源资料是开放资料 请问开放资料 是不是政府机关做好资料 放在云端上面 让你自己去下载 你一样也是按重新整理就好了 你根本就不用去管那个原始资料 好 那请问一下 我现在来源资料是Excel 我能不能把2017年1月份的资料放在这边 当然可以啊 对不对 好怎么办 我就先做一下给你看 选到这一列 复制 然后放在这边贴上 可以吗 这样是不是产生了一个 新增加了一笔记录 然后请你把这个日期改一下 我们就假设先改成2017年的1月23号 好不好 随便 你可不可以改成2017年的1月24号 可以 只要改成2017年哦 那 麻烦请把后面 后面这个数字稍微改大一点 好不好 这是销售额 如果销售额只有21块 那是不是很低 你根本就看不到 我们改成1万 好不好 1万 Enter 然后这个数字是利润 麻烦请改成6000 随便你改了 5000好了 6000随便你 5000 有听懂吗 就是我们现在就一笔资料 只有一笔资料 我们就象征性做完 做完 好 代表我有增加资料 增加到这边 然后 然后请你点 储存档案 然后关闭 好了吗 会不会修改你的来源资料 我们把那个来源资料 有一个专有名称 叫RAWDATA 没问题 RAWDATA 就在讲这个东西 那个RAWDATA 你会一直不断的把资料加进去 放进去 好 这个 就是我们在讲那个什么 三个V的其中一个特色 你的资料是会一直增加的 那 接下来请问 在这张视觉画图表 这么多张视觉画图表 我是不是要希望看到2017年的资料 对不对 好 只要点一下常用底下的 重新 重新整理 好 点选重新整理之后 你就让它跑完 你看 让电脑工作 你就可以去喝个茶 休息一下 不是很好吗 而且 它需要花你多久时间 不用很久 你是不是这 所有资料都换好了 对不对 2017年的利润 2017年的利润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在这边 好 不只这一张画完了 能不能看到这个地方多了 同期比较这边多了2017年 帅不帅 这样了解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时间 花在什么地方 不要再跟电脑去抢 这种机会了 不要再跟电脑去抢 这种工作了 你要去说 画完这张图 然后来去做什么 比如说2016跟2017年的 同期比较 然后去跟老板讲说 老板你看在这个地方 几月份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地方 去针对什么产品 做什么策略上的调整 对不对 这才是应该是人应该做的事情 好 所以重新整理真的很重要 好 你的来源资料的修改权可能不在你手上 你只要设好连结就可以了 怎么设连结 当你在取得资料的时候 他就帮你把这个关联建立好了 所以当你今天你做好这个资料的时候 如果你要给别人建议 建议当他还需要修改的时候 你要把原始资料一并给别人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麻烦请重新打开 刚刚这个ECEL档案 因为这个只是我做出来的假资料 我要把2017年的1月给删掉 好 所以请把这个超市范例重新打开来 然后把最后这一列资料给删除掉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储存 储存 然后离开 好 回到我的Power BI这边 麻烦请点重新 常用底下的重新整理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资料2017年又消失掉了 你看这边是不是2016年 就没有2017年 内别分析里面也没有2017年的资料 因为被我们删掉了 这样有没有问题 重新整理 没问题 很好 因为你们不回答 就只有我自问自答 我们接下来就来去请你们知道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 订单资料 这个订单资料 有没有可能会有发生退货这件事 有可能吧 假设你今天你买iPhone iPhone都有整修机 整 就是被 反正 例如说我今天买iPhone 你去退货 它无条件 它根本就不会问你任何问题 它就直接让你退货 可以了解 你到麦当劳 跟他讲 喝了一半咖啡 说 不好喝 你最好跟他讲 我要再一杯 因为他是可以续杯 你就直接跟他 不好喝 你不要跟他讲 里面有蟑螂蚂蚂 都不用 你就直接跟他讲 你就不好喝 他会重新再装一杯给你喝 这样了解 好 那请问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只有订单资料 有没有退货资料 没有嘛 所以我们的这个利润 它是真实的利润 不是 它是 它是还没扣掉退货的利润 所以我们来去看 怎么样去把那个 退货资料较进来 我们来去算真实利润 好 所以请问一下 如何把那个销售 超市范例里面的 退货资料表 叫进来 做法是不是就跟你叫订单 叫订单这张资料表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来点选 常用底下的取得资料 取得E-Sale资料 点选E-Sale之后呢 我们原本资料 是不是放在下载 所以我们还是去下载里面的超市范例 开启 这里面是不是有三张资料表 一张叫订单 一张叫退货 所以现在是不是要勾退货 现在请勾退货 然后点选 载入 可以吗 需不需要再把订单也打勾 当然不需要 因为订单已经叫过了 好 所以我们要把退货叫进来 请问一下 当你叫进来这个退货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好吧 退货 退货 最右边 这个退货 第二张是不是叫退货 第一张叫做订单 没问题吧 你把订单折合起来 然后来去看退货 现在退货 它里面有两栏 一栏叫Column一 一栏叫Column二 请问Column一跟Column二 是电脑自动给它的名称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哦 那为什么叫Column 它不叫蓝 因为这是美国人写的嘛 所以它就是要把它取名为叫Column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哦 这个绝对是错误的 可是我希望你大概知道一下 为什么它叫Column一 Column二 请问一下哦 你可以了解 你可以了解 像在订单里面 订单这边 它是不是有栏位名称 然后记录内容 它怎么分辨出来 订单有栏位名称 就是标题列跟记录 它是有区分的 可是在这个地方 退货 它就没办法区分了 为什么 这是我们需要来去研究的 好 我请你们点 常用底下的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因为我们要介绍到资料清理的部分了 请点这个编辑查询 您看一下哦 在订单 订单这张资料表里面 我们这边有两张资料表 第一张叫订单 第二张叫退货 然后在订单里面 它为什么能够 电脑为什么能够自动分辨出来 它叫编号 它叫标题列 它叫记录 它怎么知道这个叫标题 那是因为说标题列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都是文字内容 都是文字内容 有听得懂吗 例如说好了 行ID是不是文字 然后订单ID也是文字 订单日期也是文字 销售额 请问是文字还是数字 当然是文字啊 我现在跟你讲是第一列 第一列 这边看到三个字 销售额 请问销售额是什么 文字啊 标题列里面的出现销售额 销售额当然是中文字啊 对不对 好 然后它当然是文字 然后数量 当然也是文字啊 折扣也是文字 利润也是文字 没问题吧 这通通都是文字 好 那既然都是文字 那下面呢 下面的内容哦 就是叫记录内容 记录内容可能有的是都是数字 有的都是什么 文字 有的都是文字 有的可能都是日期 这样有没有问题 就是记录内容呢 文字啊 有可能出现 数字有可能出现 日期有可能出现 好 那既然文字日 那个数字日期 都会有可能出现 这就是记录内容 对不对 那标题列 它一看就知道说 通通都是文字 然后第二 第二列里面 有文字 有数字 有日期 所以他就认为那叫记录 所以订单资料表 它没有问题 没毛病 这是大陆的一个说法 确实没毛病嘛 电脑是不是很容易判断 好 那请问你 退货 请问在这张资料表这边哦 它的第一列 订单ID跟退文 是不是都是文字 没毛病吧 好 请问第二列 第二列是不是应该是放记录的 没有 这是 这是文字还是数字 文字 对吧 里面都已经放了什么cn-2013-什么的 那就是文字啊 文字有什么特性 不能计算 对吧 你这个可以计算吗 这个加这个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无意义 好 所以 这个是文字 请问是 是不是也是文字 好 放记录的内容 也都是文字 所以呢 所以他会认为 这里面 全部都是文字 就是 这一列是文字 这一列是文字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他只能大胆的预测 你只有记录 没有标题 这句话听得懂吗 既然没有标题 他就只能给你标题 所以他就预设叫column1 column2 这样可以了解 好 当你看到这样子的情形 当你看到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呢 只有column1 column2 这是我们不要的标题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删掉 对不对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你不要在上面找功能 因为 从现在开始 你学习 变老 都不太建议你去上面找功能 应该在 这张资料表里面 找功能 对不对 你觉得 这张资料表 最适合找功能的地方 是不是这个 枢纽 控制纽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找功能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使用第一个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对吧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点它 好 那这个标题呢 这个标题有看到 这个订单ID 前面是不是放一个AEC AEC是什么 文字 好 那退文也是文字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你下面这一条也很重要 这一条叫做绿色 绿色就代表说 全部都是属于 符合ABC这种样式 这代表说 绿色就是活的 好 就是说 那个 我这样子设定 然后下面 以下资料 全部都符合 有时候不是这么刚好 当你今天拿到资料的时候 奇怪了 它是一个 例如说 年龄 结果还写是 负5岁 请问负5岁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错误 可以了解 好 人口数 你看到它写一个负999 那一定是错误的资料 对不对 好 只是在这个地方刚好都是正确 好了 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我要请你们动手做一件事 叫做 这边 有一个叫做 关闭并套用 请你注意一下 刚刚我点的是常用底下 编辑场序 所以它会自动跳出这个 Power Query 编辑器 这是它自动跳出来的 Power Query 编辑器 可以吗 所以我现在关闭 所指的关闭 它都把授词拿掉了 关闭什么 关闭Power Query 编辑器 然后套用 套用回去 Power BI 好 所以请点 关闭并套用 那刚刚那个内容 要不要存档 不用 你真正存档是存在 现在这个档案里面 现在这个Power BI 这个档案是需要存的 刚刚那边 Power Query里面 做过任何修改 都不用存 你看现在 我们的退货 退货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订单ID 跟退回 没问题 那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现在要把 这张资料 这两张资料 表设关联 来请点 最左边 最左边 这个模型 模型 我觉得它叫模型 不太好 刚刚我们做的事情 叫资料整理 现在我们要把 这两个资料表 建立关系 建立关联 关联 请问关联的联 这个字怎么写 是联合报的联 还是联赞先生的联 是联合报的联 知道吗 关联的联 是联合报的联 不是联续的那个联 所以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他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两张资料表 这两张资料表 我要去计算 我要去使用 我就必须要先把它产生关联 这边退回 退货里面有订单ID跟退回 所以我是不是要从订单ID这边 左手去找另外一个订单里面 也要有订单ID 然后就把它关联起来了 好 怎么去做关联 就直接拖曳这个订单ID到这边 然后点选 订单ID跑去 这边这边订单ID 然后放开 你信不信 有些人 他真的会放错 好 那检查一下好不好 检查一下 怎么检查呢 我现在订单ID连到的 不是产品ID 是订单ID 游标落在这条线 落在这条线 不用点它 你看 他这边是不是标两个黄色 这就代表建立关联了 好 如果你取消关联 那就是滑鼠右键 在这条线上点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删除 这样我们就可以删除关联了 好 关联建立好之后呢 我们有两种教法 可以迅速快速的算出来 算出来就是说 到底这家公司的真实利润有多少 而且非常快 非常快 所以先教你们这个非常快的方法 好 那如果你们愿意再学 当教教学韩式了 学韩式 好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想要去计算 2016 2013到2016年 真实的利润 真实的利润 主要就是要把没有退回的订单 里面的利润全部去做完统计 要是 要是你把那个退回 退回 退回是 是的 是不是要踢掉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产生的结果 是不是这边是退货里面的订单 这边是不是 1 订单 里面的订单ID 是不是 多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是指说 当我今天在退回的这里面的订单 只会发生一次 不会发生好多次 请问在订单里面 如果说他今天被退了 我是不是还是要这个订单的ID还是存在 我要再出一次 或 同意吧 所以这边会不会出现两次 甚至三次 可以吗 好 不过我在这边 我只是告诉你说 这边有一个一对多 关联就只有一对一 一对多 多对一 没了 没有多对多 好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如果想要算真实的利润 那是不是 没有退回的才能放进去计算 什么叫没有退回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 游标在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我再重复讲一次 我觉得一定要请你们听清楚 没有退回才叫真正的利润 对不对 这句话应该还蛮容易懂的 没有退回 那要是有退回的 我就不要选了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最简单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 请你在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然后点 交叉分析筛选器 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接下来呢 麻烦请你勾退回 退货里面的退回 请问现在我要勾空白还是是 请问我现在要勾的是空白还是是 我现在要点的是空白还是是 我刻意没有放在那个地方 就是希望靠靠你 我应该放的是空白还是是 我是不是要点空白 我是不是要点空白就好了 这边0.38 0.47 就会改变了 这就是真实的利润 就这么简单 没有退回的订单ID 才会有真实的利润 对不对 我现在把那些订单 那些订单ID 我就区分 我就区分为 是 是 这个就是退回 退回能不能打勾 不行 那我能不能算 各年 各年的 退回影响利润分析 可以啊 我这个时候就只要勾什么 是 这就是各年退回影响的利润 简单吧 而且呢 你还可以再点它去看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一年主要退回被影响的是加剧 这一年呢 不是加剧了 是剩下这两个 然后第三年呢 又回来了 加剧增加了 第四年 第四年变成技术 可以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你们 如果要算真实的利润怎么算 好 真实的利润的计算方式 就是用那个交叉分析 就是用那个交叉分析赛选器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只要勾选什么 空白就好了 请问这样两张资料表 是不是就合并在一起 然后来去做出一个真实利润的计算 有没有问题 可以吗 确定可以哦 我接下来 接下来 我想花半个小时的时间 告诉你 韩式要怎么算 因为真实的计算 真实的计算呢 也不是很困难 可是请你在这个地方先搞懂 为什么是点空白 因为他那边的订单ID 他会整个对应回去 对应回去 然后就是有很多都是对应不到 退回对应不到的订单ID 那就是没有退回吗 对不对 那些订单ID就是代表 没有被退货 好 这一点一定要想通 因为接下来我要开资料表 教你去算真实利润